今天新出的這兩個配件 這兩個配件分別是這個 Le Tube 蒸氣管 和這個Le Box 蒸氣盒 它真的讓Iggy的好用程度 往上加200倍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去年開過團的Laura Star 又出了新的配件了 我們去年開團的是這台LIFT掛燙運動 那個時候我其實也有介紹到 Laura Star新推出的Iggy 這台Iggy其實比較偏向他們家的新支線 那因為Laura Star是在瑞士非常有名 做頂級掛燙蒸氣運動的品牌 他們家的蒸氣運動 跟傳統的掛燙不同的事情 它是用鍋爐式的加壓 所以運動出來的蒸氣 已經是氣化過後的 不僅是高溫 而且具有殺菌能力 其實傳統的掛燙機 大部分就是把水煮沸 可是你會發現Laura Star的機器 它是用高溫加壓的方式 跟你去洗衣店 送乾洗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像LIFT出來的溫度可以高達150度 Iggy的話大概是101度左右 但一般用水蒸氣加熱的那種掛燙運動 頂多八九十度 你可能碰到水氣你都會覺得很燙 衣服燙完也會濕濕的 所以Laura Star就發現了 其實既然他們這麼擅長用蒸氣的原理 去製造燙衣服的系統跟設備 那他們其實也可以把這個高溫的蒸氣 運用在日常生活的消毒和殺菌上面 這100度的蒸氣就能讓你在五秒之內 消除所有的病毒跟細菌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除了運燙系統之外 又推出了Iggy這個系列的原因 但我覺得它最好用的時候 就是驚言行出的這兩個配件 這兩個配件呢 分別是這個La2蒸氣管 和這個LaBox蒸氣盒 它真的讓Iggy的好用程度 往上加200倍 首先這個蒸氣管呢 它就長這樣 直接就可以裝上Iggy的機器 很簡單 那這個蒸氣管你看這個造型就知道 它肯定就是讓你去消毒一些杯瓶類的東西 例如說保溫杯 各式各樣的保溫杯 其實你在清洗的時候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喝了各種飲料酒了 它就會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或是一種悶臭味 怎麼樣都洗不掉 其實就是因為它不好清潔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細菌之身 但是你用Iggy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殺菌 例如說像這樣 裝上去 按著開關20秒就可以了 雖然說Iggy強調了它是高溫蒸氣 但是因為你的保溫杯它密封的嘛 所以這些水器碰到保溫杯的杯源 它還是會滴出一些水滴 這個設計底下就可以幫你收取一些 在保溫杯裡面的水滴 你只要消毒過後呢 放在旁邊等它乾 就OK沒問題了 除了這種保溫杯之外 像我們有團勾過的Crossco保溫杯 就很適合 雖然我覺得Crossco的保溫杯 已經算是保溫杯裡面最不會有異味殘留 真的超好清洗的 但如果你想要安全起見的話 你就都可以這樣消毒 大的這種馬克杯型的也都可以 你要記得喔 如果這個塑膠水皮是不能高溫的話 它就不能使用 所以像寶特瓶這種很薄的軟塑膠 建議是不要使用 再來就是我每一次用 都很容易有臭味的星巴克保溫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用久了它就會殘留很多 我喝飲料咖啡的味道 當然瓶蓋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LeTube蒸氣管呢 你可以拿來消毒保溫杯 任何的馬克杯杯瓶類 或是奶瓶奶嘴都可以使用它 如果你平常想要清洗消毒它呢 你直接拿Easy噴它也OK 另外這個LeBucks蒸氣盒呢 是我覺得最最最使用 這一次團購一定一定要加購的 因為沒有加購它 你可能會覺得Easy的好用程度 沒有想像中這麼高 這個LeBucks呢 一樣它就是一個白色的盒子 它可以消毒的東西超飽多 你只要把它扣上去 它就會跟Easy的機器融為一體 只要你可以放進去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使用 像是比較短的奶瓶奶嘴一定可以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覺得它好用的是 可以消毒你家的梳子 牙刷 刷具 甚至是洗臉海綿 彩妝蛋 然後刮鬍刀 筷子 兒童餐具 刀子 只要你可以放進去的東西 它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在家中 每一次都幫自己家裡消毒大掃除 像是大家都知道 牙刷上面的細菌 很多人都會說比馬桶還髒 那你平常在家也不可能洗牙刷 或是拿酒精噴牙刷 但是你把它放到LeBucks上的話呢 就可以自己在家消毒 放進去之後呢 就一樣按它 拿出來後你會發現你的牙刷 基本上它的刷毛是乾的 因為它真的是乾的蒸氣 它不是水蒸氣 你的牙刷的刷毛不會濕搭搭的 再來還有一些 女生很常見的這種刷具 除了平常洗過之外呢 你用Iggy也是可以幫它消毒 而且這個很厲害 一樣拿出來之後 它的刷毛還是乾的 超級強 就是它不會是洗過刷具 那種濕搭搭的感覺 所以你真的是可以很常在家裡 就幫你家的各種 個人用品消毒 那其實大家在一開始看到Iggy的時候 都覺得我為什麼要花八九千塊 去買一台掛燙機 我可以花一兩千塊買到很多便宜的產品 那如果真的要燙衣服 我用Lift也可以啊 Iggy它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Iggy在推出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以消毒殺菌為主打 只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推出其他的配件 但是當今年推出配件之後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會理解 為什麼Laurant Star他們要推出這一支產品 而且這一支產品後續一定會有更多 更好的延伸跟運用 所以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是想要用Iggy來消毒殺菌的話 它在家裡真的超級好用 而且它跟Lift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它們是很難被取代的 如果你是要熨燙衣服的話呢 Lift它的熨燙效果確實是最好 因為它可以搭配掛燙 然後它有熨燙板 加上因為它是熨斗的造型 所以你不管在燙線壓出平整度 你在整理衣服的時候都可以更快速 例如說一次要燙好幾件襯衫 然後你要燙洋裝 燙大衣 這種一定要用Lift才可以解決 如果你是想要簡單殺菌的話呢 你可能會覺得Lift這麼大一台 它要加熱時間也會比較久 那我平常都會放在更衣室或房間 我不想要把它推到大門口 Iggy就是一個非常輕巧好攜帶的產品 因為這支呢它其實就這樣小小一點點 跟我的手掌比 它真的非常小巧 然後它有白色跟紅色 他們家的這種顏色都真的是很有高級感 有點鋼琴烤漆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很光滑的亮面 那你們就可以自己去考慮自己家裡的風格還有搭配 我個人覺得它的紅真的是 美到一個極限 大部分人一開始看到應該都會先首選紅色 可是如果我覺得跟家裡的裝潢風格搭配的話 白色應該會比較白搭一點 這台就是一直放在我家的吧檯桌底下 那裡剛好就有插座 所以一進門就可以剛好把所有東西都消毒過一次 那Iggy的蒸汽是3.5吧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當作簡易的掛燙機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要快速的燙某一件衣服 臨時出門的時候是買一個網拍 你是想把它燙平整的話 甚至是你出國你帶它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可能燙的時間會久一點點 所以Iggy其實也有推出一個手套 是讓你在使用的時候比較不會燙手 這個手套只售不賣 你買Iggy它就會贈送 這手套我覺得超級時髦的好看 跟LIFT不同的地方 是LIFT裡面本來就會有一個除垢劑 所以你不管是加自來水 純水 礦泉水都可以 它自己就會幫你去除水垢 可是因為Iggy想要縮小它的機器體積 所以你在添加液水的時候要記得 一定要用純水或是過濾水 它只需要純水就可以幫你消毒殺菌 除異味 你不需要再去添加任何清潔劑 你也不需要添加酒精 甚至是香水 這些都可能會讓機器受損 添加水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前面這個開關打開 其實你從裡面就可以看到 它的機身裡頭都是金屬 這樣它才可以承受這個高溫的壓力 那Laura Star就有附一個原廠添加水的裝水器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加水了 水加滿的時候就會自動停止 就加不進去 平均像我們家 如果每趟回來消毒的話 大概兩天加一次水就OK 那如果你家人口比較多 大概四個人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天加一次水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家的Iggy都會放在玄關 反正就是最靠近大門口的地方 有插座就可以把它當作放置Iggy的地方 那它的線其實也蠻長的 而且是這種比較耐用的線 所以你就是插著插頭 接上電源就可以使用了 Iggy離開電源之後呢 它的機器裡面會有一些殘餘的壓力 可以讓你多餘使用 大概在個也許一兩分鐘 當然在有插座的地方使用是最好的 那一插上電源 它就會直接開始加熱 所以你就會聽到機器有咕嚕咕嚕 它在煮水的感覺 等到正式加熱完畢之後呢 旁邊會亮燈 亮的綠燈就是提醒你可以使用 那機器本身是不會燙的 它值得這個蒸氣口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點蒸氣出來的高溫 不然整台機器基本上你摸是不會燙的 所以可以放心 同樣的在蒸氣口這邊有一個防呆的安全鎖 所以你只要按上去就可以自己幫你鎖住 鎖住就可以避免你在加熱途中或是你還插著電 但是還沒有要使用的時候 不小心誤觸噴出蒸氣 這個比較保護小朋友跟寵物 那也建議大家 因為它畢竟是高溫蒸氣 還是會有一定的傷害 盡量插著插頭的時候 人就不要離開它 因為它加熱非常的快速 這樣你會看到它前面這裡 開關這裡的紅色點點彈出來 彈出來就表示這邊的壓力 其實已經到達可以使用的程度了 好 屁股這裡有一個綠色的燈號 這個燈號亮綠色的時候 就表示它已經可以正常使用 然後它會嗶嗶兩聲提醒你 開關就在這裡 你只要食指扣著它 按出蒸氣 你就會發現這個蒸氣不是水氣 它真的是氣化過後 所以我用我的手來跟你們示範 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燙的 差不多到這裡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有一點點的燙 這個的燙的感覺 跟你煮湯上去水蒸氣的熱氣的感覺是一樣 所以儘管它是100度的蒸氣 你也不會真的被燙到 算是相對的很安全的 在一開始使用Iggy的時候 像我們這種有皺褶的山寨醫生的衣服 或是棉麻的衣服 不管包包鞋子安全帽 只要不是皮質皮革的 通通都可以使用 而且通通都可以5秒消毒殺菌 尤其這個在使用長毛地毯 肉毛彎 抱枕 家裡的枕頭 床組 沙發的時候特別有效 甚至是有時候沙發裡面 會有很多你的棉絮啊 毛髮啊 塵蠻啊 都可以用它的高溫針去 去快速的把這個塵蠻 衝出來 所以有時候你甚至會遇到 在噴長毛地毯的時候 毛球會整個 越來越多 很可怕 那有些人可能會有問題的是 我到底要用吸塵器還是用Iggy呢 Iggy是用高溫針去去殺死這些 病毒細菌或是塵蠻 然後把它沖出來 可是吸塵器才能把它帶離這個物品 我會先用吸塵器吸過一次 開最強效 然後搭配除蠻的吸頭 吸過我的沙發地毯還有床組 再用Iggy噴一次 最後再用吸塵器吸一次 我自己覺得這樣是比較安心的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但是這兩個缺衣不可 我覺得它們是相扶相承 而且可以讓你清除得更乾淨 它有點就像是把你的沙發或床組 這些比較難送洗的東西 直接送乾洗的意思 那我就來用我們家的奇奇娃娃 來給大家看看 玩偶怎麼樣殺菌 我覺得平放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你手拿著 你還是有可能會擋到它 甚至啊如果是你們家小朋友的話 他就是會抱著他特定喜歡的玩偶 回家的時候你其實就可以固定 用Iggy把它消毒一下 這樣子就不用每天都拿去洗衣機洗 或是你用酒精噴噴到整隻濕答答 上面也都是酒精 有時候你還會習慣的咬娃娃 你就會吃到很多酒精或是消毒的藥劑 可是Iggy它就是純水 所以你就真的可以很放心 我現在就是每個禮拜就會找一天 然後大掃除的時候一口氣 把這種牙刷梳子 有的沒有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慢慢消毒 因為一次大概20秒 你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把你所有要噴的 家裡的東西全部都清潔完畢 家裡的沙發抱枕啊 鞋子啊 安全帽啊 這種個人物品也通通都可以靠Iggy 幫你在家裡做非常簡易的消毒 而且真的是有報告顯示 它就是可以99.99%的消滅所有的病毒跟細菌 那這一次呢 橫龍行也很貼心的給了我們全台的手發團 所以呢 新上市的The Box跟The Tube 都是我們這一團的獨家 因為它是新產品 所以大家現在買應該就是可以最快拿到 我個人覺得在現在這個時間 防疫跟消毒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去年要是有買到就很幸運 你今天加買配件就好了 但如果去年還在觀望的話呢 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是可以趕快入手一台放在家裡 平常出門回來的隨身物品全部都噴過一遍 連包裹你也可以通通都用Iggy搞定 就不需要去一直噴酒精 甚至去買各種消毒產品 家裡的水龍頭打開 就可以無限的製造出能消毒的蒸汽了 我真的覺得這一台算是非常可以投資的家電 那LIFT呢對於熨燙衣服來說 也真的是非常的萬用跟好用 那我會把我們這次團購的資訊還有組合 都整理在底下的描述欄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影片囉 下次見拜拜